因为有问题就是我们有解 打结了 在修道的路途已经有打结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所以才会有问题 那假如说我们问题都没有 表示我们心通了 心都能够流通了 心一通了 我们心一通了 就可以到佛地了 所以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心通 没有那个结 我们再翻成就是两个字 一个结打结了 一个死 驱死大死那个死 就是这两个 死我们在六道人回 那我们把这两个都去掉 这个死比如说 我们想要买一部车子 驱死我们赶快去赚钱 有钱来买 那个就是已经被那个车子在驱死 我们有什么愿望 被那个愿望驱死 被他赶 赶着跑 我们有没有这个现象 我们翻成大概都是这个 想要什么就赶快要想去买 想去买那个就驱死 被物质 我们想要享用物质 我们要先被物质享用 所以要先去赚钱 赚钱的时候就驱死 就被那个金钱 驱死 所以能够自由自在 很不容易 我们在生活之中 就是要尽量使自己能够自由自在